知名作家库林在脸书发文痛批 看到一件恐吓案的判决书 里头字句让他难以相信 法官认为嫌犯是男子和大丈夫 但这案件手法是一般民众遇到都会怕到不敢睡 因为嫌犯放高利贷 用各种凶残手法逼被害人还钱 法官欺骗一个罪犯 我真的不知道 这太令人感动了 我觉得这种人应该是选他做十大决出七年 然后还把他派起来 他是绰号新庄土地公的陶债集团主席 2021年犯下勒索案件 甚至前两年跟一间会计事务所有债务纠纷 就去丢鸡蛋踹门恐吓 一伙人被判刑 但其中一名共犯却可以不用坐牢 因为法官认为他是敢做敢当男子和大丈夫 此等血性男子实在令人钦佩不忍判重刑 最终判处可一颗法经的两年刑期 尽管法官在审理的时候 嫌犯的犯后态度是良心重点之一 但从判决书来看 也看不出有跟被害人达成和解 或是取得原谅 这样的用词恰当吗 但是实在是少有法官会直接针对 这样子做一个评论 那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可能确实在 在这个司法事务上面 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太妥当 四名被告中只有一名坦诚犯刑 也因此会让法官对于那名被告特别有好感 那名认罪的被告被判了四到六个月 其实符合一般判决标准 有其他律师坦言 被告有前科又涉嫌六项恐吓罪 是真的要改过自新 还是只是为了求轻判 会不会因此让被害人对司法不信任 所以我们认为说 如果在用语上以发一些争议的话 确实是应该要更谨慎 新买地院回应 绝非认同犯罪行为 更没有敬佩推崇意思 但外界期待法官能用法律来制裁嫌犯 但这用词在使用暴力案件中 似乎有点矛盾 TV新闻成员人吳亚新北报导